我找的片音员都是台湾的片音员 某些相当资深的片音员 而且每个人的音质本身都是很接近 这个游戏角色设定的音质 然后录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围调 他讲话可以不用这么慢 因为他们都是土匪 你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 大当家 咱们可是跟魔员干了一场 才把人给抢下来 能够让玩家在玩的时候 就是不像大陆的口条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整体录起来的效果 不会输给任何一个武侠电玩 这个对话的内容情节都非常的有趣 而且录到一半甚至还会吸引我 我想要赶快知道我后面到底要讲什么 我好好奇他到底后面变成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他相当吸引人 照你这么说 酒是黄狗修抽的 黄狗修 哎呀不能骂脏话 对不起 我唱歌很慢慢的笑一句 可以我们很随心 哦 原来如此 我觉得这个游戏呢 你就细细的去 聆听 这个配音里面 每一个角色 它带给你的感受 以及你自己在玩的时候 你甚至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是主角 然后在玩这个游戏 所有的角色在跟你对话 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再顺着这个情绪玩下去 这样子我觉得是 这样才不浪费这个游戏 我们配音的这个目的 不妨就细细的去聆听这些 配音员他们的表现 然后跟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的那种互动 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因为别的一般的游戏 就算有说语音 我相信 很少有像这一次大鱼的 这个国语配音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做得蛮紧致的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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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